不過賴清德他已經今天講好這選舉補助款要來做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運用 那至於柯文哲他是要拿來用在走訪全台計畫 其實柯文哲跟賴清德他們都說有部分要作為公益使用 侯友宜怎麼決定他說通通都要捐回給黨部 可是也建議黨中央能夠拿這筆錢來幫助弱勢 總統大選落幕新北市長侯友宜回歸市政到二重書紅道視察工程 與在地議員立委激烈討論回到新北市好好關心公共議題 市政要顧總統大選後續事項也要處理 總統選舉補助款民進黨賴消配拿到一億六千七百五十八萬 國民黨侯康配有一億四千零一十三萬 民主黨的柯營配有一億一千零七十一萬 三黨都有一億元以上的補助款要如何處理各黨都有不同考量 民眾黨將會運用在黨主席柯文哲走訪全台 各地計畫以及部分將作為公益使用 各黨在補助款都有一筆收入 卻在快要過年的這個時間點傳出 國民黨的黨工已經七年沒有領到年終獎金 難道跟連續三次總統大選敗選補助款減少有關係 我自己曾經擔任文傳會主委我也沒有執行過 不要說年終獎金連執行都沒有 但是我甘之入疑 不過確實今年我們也呼籲一下 尾牙至少能夠有一些獎金的發放 我覺得應該大家也會樂觀其成 我們基本上都是會發放年終 來感謝黨職夥伴們過去一年的心情的付出跟努力 那過往的慣例都是1.5個月 過年將至眾人都期盼年終獎金 民進黨與民眾黨過往慣例發放1.5個月年終 國民黨去年只有6000元的全聯禮券 今年的年終獎是否能夠到手還是未知數 這次廖凱誠 林宇拉西美報導